大家好 我是Tim哥 今天是最終版的蘋果美月報 為什麼要最終版呢 因為接下來就是要等發表會的邀請函了 最終版當然就是要彙整更新的資訊給大家 下列男方者還沒有接過 SubscribeVP的業配 我啊 3CTim哥啊 導演我是不是YouTube界的邊緣人 那麼多的YouTuber都接過了 SubscribeVP 只有我沒有接過 好難過 怎麼辦 我是不是被人家看沒有 欸老闆我們接到了啦 你說接到SubscribeVP嗎 對我們接到SubscribeVP合作邀約了 哇 你知道什麼是SubscribeVP嗎 以及你知道為什麼要用SubscribeVP嗎 你有沒有有過經驗 就是說你在用電腦防讀軟體 經常跳出警告說 有人正在虧欠你的網路的一舉一動 小心個資被竊取 如果按下了解決這個問題的選項的時候 防護軟體又要你付費 購買另一套的防護軟體才能解決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就需要SubscribeVP了 為什麼 因為它更划算 而且更能一勞永逸解決你 網路個資被竊取的危機 因為SubscribeVP能夠掩蓋你在網路上的一切活動 然後進而保障你的個資安全 還有另外一個經驗就是 自己想看的影集或是動畫台灣沒有上架串流平台對不對 像我之前很想看的動畫炎炎消防隊 結果台灣的Netflix卻沒有上架 那這個時候你就需要幹嘛 SubscribeVP 有了它一鍵就可以暢流全世界 透過SubscribeVP你可以輕鬆更改你的IP位置 讓你的1秒飛到國外解鎖當地的串流平台的影片 或者你可以更改IP的位置到當地的網站 去找一些更優惠的商品價格 舉了那麼多例子 你還不確定自己需不需要使用的話 SubscribeVP能直接提供你30天不滿意就退款的服務 除此之外 輸入我的優惠碼3CT 就可以馬上取得獨家優惠 也就是額外三個月可以免費 我把相關連結 還有我的優惠碼混到資訊欄 有區域的粉絲可以去看看 最後感謝SubscribeVP的看見 終於看到我了 已經不是YT的邊緣能了 我先講一件事情就是 因為太多人都有在問我說 到底今年會不會有iPad mini 7 我現在破解這個 我有說沒有 但是 你有說如果有的話就要抽出來 抽出來 對 我今天再加碼 如果9月有的話 它有幾個顏色我就抽幾個顏色 如果要四個顏色你要抽四台 對 我加碼 五個顏色你要抽五台 沒錯 如果沒有呢 你請我喝珍珠奶茶可以嗎 五個顏色我又請你五倍珍啦 好 來 那大家先訂閱一下我們頻道 然後記得 我跟你講 因為我們接下來 也有蘋果發表會的直播 今年非常的精彩 我那個最後再說 那我還是繞回來 目前傳出來的iPad mini 7 他說沒有意外 應該也是平面的邊框設計 然後機身材料 會用Mac mini 同款環保的磨砂的鋁合金 另外 它也想要讓它有一個窄邊框的 所以它有窄邊框的螢幕設計 也就是說屏佔比會來得更高 另外 他說iPad mini 7 也是有可能會把大家還是很想要的 Touch ID放進來 就是說在側邊有沒有 側邊電源鍵 結合Touch ID 大家覺得很好 其實我也覺得蠻好用 因為我是用iPad mini 6 再來你也知道說 接下來有歐盟標準 所以它換成USB-C 但是重點是 它可以支援傳輸可以更快 而且充電速也可以更快 另外他說在接下來的版本 也有可能會支援Apple Pencil 磁力的充電的接點 之前有人傳出說會有折疊設計 我跟你講想太多了 蘋果不會這麼快 好不好 我覺得 為什麼今年我覺得是不會有呢 是因為在iPad mini的規劃上 蘋果應該會放在2024年 而不是在今年 另外它的相機部分也會有所提升 他說會提升到 跟現在的iPad 12的規格是一樣 就是1000的毛畫素的超廣角的鏡頭 然後支援4K錄影 前鏡頭會從700萬畫素的Face Time的HD鏡頭 甚至到1200萬畫素的光澤鏡頭 我覺得這是合理 然後你也會加上 就人像自動功能 這我也覺得合理 因為也都有了 目前它有說會支援到HDR3的技術 可以在不同的光線下 捕捉更多的細節 然後人像在夜拍方面 其實在低光源下的拍攝 也可以更清晰 這些都會有 接下來的處理器的部分 外面網傳都是用M1的處理器 但我認為如果是明年要出的話 不能這樣講 因為他們都說是今年出對不對 今年出M1那就有可能 但我認為如果是明年出的話 它採用M2的機率 可能可以來的更高一些些 但是其實還是要看一下說 它的那個主機板的相關的排列的位置 然後因為他們也會有需要 可以有散熱的一些領域在 這些的部分 其實是我覺得目前有傳出來 都是這些消息 另外它也會說有用A15的仿生晶片 然後為什麼用A15呢 因為它有6個核心 是5nm的製程 沒關係 我覺得先分享到這就好 因為我剛剛已經從頭到尾都講了 講什麼 講它今年是不會出的 搞不好明年出還會搭配A16處理器 也說不定 對不對 再來我們就講到了平價版的AirPods 我認為這個今年會出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說 可能甚至於郭大分析是說 應該是在2024年它才會出 但我覺得今年就會出了 這個平價版的AirPods 就是把現在的AirPods 最便宜的那個版本做一個更新 那它的更新可能有幅度大跟小 那如果是更新幅度小的 它可能把它換成那個Type-C的充電 如果更新幅度大一點的話 它當然就是包含了 你可能它的那個晶片 然後相關的一些細節 這些都會有改正 那你也可以看到說 最近那個 我們在更新iOS17以後 針對AirPods使用有很多的新的變化 我覺得啦 如果是大改動的話 應該是會改動到這一些的 用新的晶片 然後你可能用的更好的你耳機的 但是我覺得不會更好 因為它是要賣平價 所以應該說它的價格可能會便宜 我覺得這才是重點 目前呢 這價格的想法 有可能是我跟那個郭大分析師 他們想法是一樣的 他說有可能會訂在99美元 也就是100元以下 我覺得這就很有競爭力喔 好 再來呢 在9月發表會呢 一定會有Apple Watch的S9系列 那這一次呢 其實大家最大的期待 加上就是它會搭載S9的處理器 處理速度啊 效率啊都會非常明顯 有可能會有40-50%的提升 然後功耗能降30% 也就是說呢 電力的部分呢 它可能可以 終於可以續航力達到18小時以上啦 因為你也可以看到喔 之前的Apple Watch S8跟Apple Watch S7的處理器都是一樣 都搭載S7的嘛 那Apple Watch S6呢 是搭載S6的晶片 三年了嘛 它搭載了S9的晶片 其實是很正常的 而且預計是會採用台積電的第二代的5nm製程喔 你可以看到續航力更強的情況下呢 我們在使用上的當然 對於大家來說會是好事 只是說呢 錶殼的尺寸呢 有可能呢 還是會跟Apple Watch S8設計差不多 然後會有41公里跟45公里兩個尺寸 那唯一呢 比較大的一個改變呢 就是它的包裝盒呢 體積會來的更小一點 因為蘋果呢 它要追求環保嘛 那其他的一些功能性的 我覺得要等發表會 大家才會知道 Apple Watch S9還是會有新的顏色喔 那新的顏色到時候 我們等發表會再來看 那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繞回來就是Apple Watch Ultra 2 Ultra第二代呢 它一樣會有新色 但是呢 在整個外觀的設定 其實不會有太大的改變 它比較大的一個地方呢 我講重點細節就好 因為我想要放在 我等下iPhone 15東西蠻多的 第一個呢 就是有3D的打印的技術 去取代鈦金屬的零件 那這個呢 其實它可以有效減少生產時間 跟降低的生產成本 那另外一個部分呢 你的手錶狀況更輕 這個我認為其實蠻棒的 因為我現在手上戴了 Apple Watch Ultra的第一代 那你也可以看到 它現在目前鈦金屬 這個重量是61.3克 第二代呢 可能重量會比這個呢 再輕一些些 我覺得這也是一個好事 Apple Watch S9呢 都用了S9的晶片了嘛 當然Apple Watch Ultra的第二代 也會用 它的電池壽命呢 就會來得更長了 有人說那到底會不會用 Micro LED的大尺寸的版本 那這個可能要明年後年了啦 這個顏色我很喜歡 它是黑色的鈦金屬的顏色 這是一樣它就加入新的顏色 也就是說目前呢 它的深色款本呢 有黑色的太空灰的那個鈦金屬這個配色 另外這個黑色的鈦金屬色 我覺得超棒的 我很喜歡 再來呢 當然就是iPhone 15的系列了 那有很多東西呢 其實我都有講對不對 但是大家很care竟然是顏色 那顏色我先講 它在最近也有說目前呢 在iPhone 15跟iPhone 15 Plus的部分呢 它的亮點會推粉色跟橘色 怎麼說呢 它是說因為目前呢 它計畫在iPhone 15的標準版 就是15跟15 Plus 會有六種顏色 那其實內部他們說還在調整中 那只是說呢 目前呢 有關注色就是橘色 這橘色跟2018年的iPhone X推出的珊瑚色 介於這個色調之間 就是橘色跟粉色之間 為什麼 因為珊瑚色 它會認為它是一個很糊粒的柔和顏色 取決於光線跟手機的粉色角度 在iPhone 15 它這個機型呢 推出了深粉色和淺藍色 這兩個色 那怎麼說呢 因為它有兩個的代號 所以這兩個色 我覺得這個粉色女生還是會蠻喜歡 那只是說 在大改的部分 大家對於關注度來講 還是在Pro上面 其實會比較想要 Pro上面部分的特別色呢 目前有兩款 那一款是藍色 然後另外一款是深紅色 那其實很多人都壓深紅色 導演你有沒有印象 我們在上次的蘋果玫瑰包 還是上上次的 我一直壓它是特別色是藍色對不對 到時候 我們到時候再看一下 那繞回來 另一個就是說 大家都知道是Type-C的接孔 也知道說它傳輸的速度 跟充電速度都會加快對不對 但是最近也曝光了 USB-C Type-C的傳輸線 它是用編織材質 而且有很多顏色可以選擇 這很多顏色可以選擇 你可以看到目前 我們MacBook的傳輸線的類似的設計 在MacBook Air上面就有白色 黑色太空灰星空色可以選 iMac有白粉 橙黃 綠藍紫 七個顏色可以選 那也就是說它這個顏色 你可以搭配你的手機 而是不同的C to C的顏色的線 在傳輸部分 目前也傳出說最高支援的傳輸速度 是40Gbps 那你也可以看它充電 可以支援到100瓦的PD的快充 最高他們有說 在iPhone 15 Pro系列 最高的充電速度可以達到35瓦 另外一塊是我自己也蠻有興趣的 就是你也可以看到這一次 iPhone 15 Pro系列有用LIPO的技術 這個技術是可以幹嘛 可以讓你iPhone跟iPad一樣 擁有什麼極薄的一個邊框 LIPO這個技術 它可以讓它的顯示的邊框尺寸 縮到1.5公里 那比iPhone 14 Pro的螢幕邊框2.2公里 跟小米13 Pro的1.81公里 來得更薄 那時候我們在開箱模型機的時候 我們有講到這一點 另外其實在彭博社 它也有講說 在這個技術 它接下來會用在iPad上面 去縮短iPad螢幕的邊框技術 所以這個技術 其實蘋果是第一次用 其實不是 它在2021年 Apple Watch S7就用這個技術 可以讓你的螢幕的邊框縮到很極致 你去看一下你的Apple Watch S7就知道了 那另外一部分 到底會不會有無邊框的iPhone螢幕呢 我覺得那是以後的事了 這關注度可能等iPhone 15 整個發表後 明年的iPhone 16 我們再來好好來討論一下 剛剛講的是15跟15 Plus的顏色 你講過了嘛 對不對 然後會有午夜色 星光色 淺藍色 粉紅色 紫色 紅色綠色 那Pro版本會有深紅色 然後剛剛我說的 深紅色就是九紅色 是他們傳出來的 我認為是深藍色 基本色一定會有銀色 太空灰跟金色 剩下來的就等到時候蘋果發表會 我們來看正確答案 就在等它的邀請來了 來爆料一下 我們今年直播呢 爆一個 我們跟他看我們直播很容易 但是要看我們直播 其實我們都有幾個規矩 我先講 就是你一定要訂閱我們頻道 要分享我們直播影片 對不對 然後還要留言 然後今年呢 是直播結束以後 直播當下就會抽獎了 這是因應我們去年呢 大家的需求 真的 我跟大家講 真的 大家一定要來看我們的蘋果發表會直播 好不好 那我講那麼多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小影片 你知道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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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今年蘋果發表會直播 會比去年iPhone14蘋果發表會直播 來得更盛大喔 獎品更多喔 先追蹤訂閱一下我們頻道 來看我們直播就對了啦 比奶哥會玩馬桶蓋啊 現在是8月28號 我一定要更新一下最新的進度 怎麼說呢 最近這個禮拜裡面 竟然顏色的部分有所調整 怎麼樣 在Pro的部分 Pro的部分原本有金色 但是他們說有可能會被 叫泰坦灰色來做一個取代 然後今天我在做午報的時候 他就說會有綠色 說實話 我覺得不會有綠色 但我覺得這個泰坦灰 機率還是蠻大的 好不好 好那我想說還是在我們的蘋果冥雨報 最後呢 放上這一段 沒有意外 本週就會收到的邀請函 我推算了2022年 就是去年 發表會的邀請函的發出時間 是發表會往前推14天到15天 我們今天的蘋果冥雨報 就這禮拜 有可能就會收到邀請函 沒有收到邀請函 請全公司資料喝飲料 沒有 我直播的時候呢 我加碼一個更大獎 如果有呢 那就不加碼了 好 就這樣了